又有車輛衝撞派出所 事情發生在屏東縣的長治鄉 昨天晚上一部修旅車 直接撞進了派出所外的圍牆 整個過程也正好被路過了民眾給拍架 最好解32歲的理性駕駛 疑似是因為精神不計肇事 整體事故當下下巴 因為撞到了方向盤受到擦傷 只是日前才發生民眾衝撞派出所 導致遠景殉職 現在屏東又傳出類似意外 畫面曝光之後也再度引發外界關注